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苹果果肉多汁 营养价值高 含丰富维生素C 还可以巩固牙齿 清醒口气 冬天天气干燥 每到这个时候刘阿姨就会多买些水果存放在家里 在众多水果中 刘阿姨和家人最喜欢吃的就是苹果 这天女儿下班回到家 打算去厨房找水果吃 没想到却因为一个苹果和刘阿姨发生了争吵 这都坏了 你还吃个大感 今天扔了不得了 把这坏的浇上来 这豪子可以吃啊 我一掐进去这样的 这不我是没事的啊 这水果保卫战似乎经常在两代人之间上演 本来和睦的家庭因此也添了不少矛盾 那究竟这坏了一点的水果还能不能吃呢 就是说看的烂的这一点点 实际上它整个的毒素是贯穿在整个的水果中去 我们不要说是节省这一点点 然后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尤其是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都希望吃这种新鲜的水果 对这品质要求更高一些 所以尽量的什么呀 就是及时的购买 如果坏这个一点点 整个水果呢也都不要再去吃了 当水果开始腐烂后 水果中就会繁殖出大量有害菌 并产生大量的毒素 就算我们把腐烂的地方消掉 也不能清除毒素 因为毒素会在整个水果中不断的渗透扩散 并且这个范围往往大于肉眼所看到的腐烂部位 就算把坏的部位去除再食用也未必安全 因为霉菌可以扩散到果实的其他部位 所以一旦水果坏的面积比较大的时候 最好不要再吃了 现在很多人无论是吃苹果 还是吃其他代理的水果 都喜欢把皮削掉再吃 而有人却说苹果皮的营养比果肉更高 应该苹果皮和苹果肉一起吃 那苹果到底是削皮吃营养健康 还是带皮吃营养健康呢 对于苹果来说 它的皮里头的营养更好 比如像里头的膳食纤维 果胶 还有甲 不比苹果肉里头少 所以如果我们选择这苹果是套装的 对于这种污染少 而且这个农药喷洒影响都很小的 如果有有机认证的苹果 那就更好 我们就建议带皮吃 只要你洗干净了就可以 一般呢 洗苹果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把这苹果先给它充湿了 撒上点盐 揉搓 然后再给撑干净 就挺好的 洗得干净 可以连皮吃 但是如果说 这个比如说像打了蜡 为了延长保质期 打上蜡的这些苹果 我们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那我们就只能是为了从安全的角度来说 我们还是去了皮吃更好 苹果好吃 可以补充维生素 可对于皮胃稀弱的人来说 不好消化 这个时候 煮苹果受到很多老人和小孩的喜爱 刘阿姨家孙子六岁了 由于孩子一直很瘦 刘阿姨觉得孩子脾胃虚弱 每次都会把苹果煮水给孩子吃 而且会把剩下的苹果盒一起放到水里 她感觉苹果盒是精华 而每次看到这些 女儿就会说苹果盒不能吃 苹果糊它含有青青酸 如果我大量的食用的话 会导致这个头晕啊 头痛啊 或者是呼吸急促 但是你不用过分的担心 它只在苹果糊中 苹果肉中 苹果肉中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呢 吃苹果的时候呢 只要不经常的啃到苹果糊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我们日常吃水果 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感 更重要的是 汲取水果中的营养成分 那苹果熟吃和生吃 有哪些不同呢 生苹果和熟苹果 它们的作用是完全相反的 对于生食苹果的话 它里头含有的柔制啊 果胶还有膳食纤维 对于润肠通便非常好 我们一般呢 用它来预防便秘 但是一旦你煮熟了以后 它就成了止蟹的利器 对于我们腹蟹的话 它有收敛的作用 对于治疗腹蟹是有好处的 苹果的吃法不同 功效也不一样 苹果不仅可以润肠通便 还能起到收敛止血的作用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苹果 这个生苹果的话 它本身含的膳食纤维果胶 特别的丰富 都是不好消化的 这些成分 所以你像溃疡性的结肠炎 我们就不建议它去吃苹果 不光是苹果 水果我们都不建议它吃 如果老是刺激它的话 它的这种溃疡面是不容易愈合 让疾病更加严重 众所周知 水果中的维生素含量极其丰富 苹果也不例外 那什么时候吃苹果最为合适呢 苹果的话 它本身比较硬 而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果胶 所以它不容易消化 一般我们建议吃苹果是在两餐之间吃 吃完饭以后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我们再吃苹果更好 如果吃完饭以后马上吃苹果的话 我们有时候会感到腐胀 不容易消化这些症状 在超市我们发现苹果种类繁多 有脆甜的也有绵软的 哪种苹果营养价值更高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呢 苹果的话 它的成分的话 营养成分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是性状上改变 你就是面的瓜成木 它当然是好消化吸收了 如果说这种脆的苹果 我们细胶慢咽 如果是嚼到这么细的话 也一样的 其实只要我们在生活中 尽可能地做到饮食多样化 合理搭配 平衡善食 把合理饮食当作生活享受来对待 把吃水果当成我们的饮食的一部分 大体平衡就可以了 主要还是养成健康规律的饮食习惯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老年班太多 是疾病的标志还是长寿的标志 如何预防老年班的增多 客气之光正在为您播出 不容忽视的老年班 英阿姨和范阿姨是几十年的好朋友 两人住在同一个小区 平时总相约一起散步和锻炼 彼此分享一些保健保养的心得 可范阿姨最近注意到 英阿姨脸上的班越来越多 我退休了以后 人家说你是不是养发 是不是特地流息掉 我说完蛋了 我说能回到时间擦也擦不掉 我说是不是老年班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哎呀 不是没有 也不饮养吃 也不饮养喝 也没啥反应 人家说老年班长得越逗 生命越长 还有人这么说 年龄差不多 为什么英阿姨脸上的班格外多呢 出于担心 范阿姨硬是拉着英阿姨来到了医院 向医生寻求答案 你脸上那个班多长时间了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有什么感觉没有 没有 也不疼不养 对 那四十多年了 它就在增多 是这样的 你看你这个 这个 这个 钱币 包括这个 手上 还有这个手上 对吧 你看我们 这个地方都有 这种的色素 成着 这成着完以后 你成着到皮肤上 就是这种班 但你要成着到血管壁上 它就会引起一个血管 那个纤维化 然后还引起一个高血压 还引起一些 这个血管硬化 知道吧 那它如果要沉测在你的心脏上 你就是一个患心病 心脏病 就帮你 还有一个 它沉测在你其他的一个 就是说 那个脑子痛 就是那个 老年痴呆 记忆力衰退 它是这样的一个病 所以你那种想法 就是说 我不疼不痒的 我可以不治疗 应该是这种观念 是不对的 因此 看似普通的老年班 实际上也潜在着危险 从临床上来 有几种的老年班如果出现了 这是必须要治疗的 你比方说 这个老年班 在那原来的基础上 在斑块基础上出现 泥烂 臊痒 疼痛 或者是高突 长得很高 这样的话 你就需要治疗 脚化过度 这就需要治疗了 同时要排除其他的 就是说 有些变化 恶性变 或者其他的皮肤肿瘤的 伴发了 这些要考虑了 在民间 也有一些人 把老年班 称之为兽班 觉得这是一种 长寿的标志 那么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这种说法 值得幸福吗 这是一种错误的 错误说法 为什么是错误的说法呢 就是说 这个兽班呢 这个老年班 这种信号 就是表现的形式 在T表上表现的形式呢 在脸上 手背 面颊 胸前 这种信号 也代表了一个 我们 包括内脏啊 各种情况之中 疾病的一种信号 它不是 真正的长寿的意义 人上的年纪 脸上和身上 多多少少都会出现 一些老年班 很多人认为 长老年班很正常 殊不知 老年班如果在短期内 突然增多 或改变 也许是对健康的一种警示 比方说 它突然间短期内 然后它这个 老年班的 突然间增多 在这个时候呢 你恐怕要排除 一些内科方面的疾病 这是要重视的 但要平时 只说脸上啊 或者受伤 钱币啊 起一块 两块啊 或者几片的斑片 这个呢 没必要那么惊慌 但从饮食上啊 从生活上 调节 然后呢 从皮肤上的保护 应该 它都不会 引起其他的 特别大的一种 那个病变 所以不必要引起惊慌 官女士 今年54岁 和同龄人相比 官女士 脸上的斑 明显多很多 这使她非常苦恼 这种苦恼 不是因为斑多了 影响美观 而是官女士 一直认为 自己长了这么多的斑 可能患上了癌症 你这个单出现 多长时间 二年 两年 越来越多了 是吧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是不是 对 这个不会 本身这个 紫衣性脚发症 它就是个 良性的一个病变 基本上 不恶变的一个东西 像你目前 这种状况 咱们就第一个 做个皮肤上的治疗 第二个 就是你饮食上 得注意 生活饮食上 得注意 为了让官女士安心 医生为官女士 做了一个 面部的皮肤检测 这个检测 可以反映出 官女士的皮肤状况 和现存的皮肤问题 这些就是你皮肤 现在存在的情况 现在应该注意的问题 就是斑点 紫外线 棕色斑 红色区 纹理 毛孔 紫质 这些都是你皮肤 现在存在的问题 除了这个皱纹 这一项 是你皮肤 比较好的一项 您的实际年龄 是54岁 但是你测出来 皮肤年龄 是69岁 所以说 你以后要多注意 皮肤的 这些问题了 如果老年斑 是一个扁平的状态的话 这个我们是 不需要进行治疗的 像你这个 已经高抽皮肤表面了 这种 是需要进行治疗的 官女士 面部皮肤中 大多数斑点 是处于扁平的状态 但有几处斑点 已经出现增生的情况 对于这种已经增生的斑 医生建议官女士 要尽早治疗 以防日后恶化的可能 从这个三位图像发现 这个斑 它就高出皮肤 大概有 0.2个毫米 整个皮肤的表面呢 也是处造不平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建议 可以做光动力治疗 就可以了 因此 如果发现 长了老年斑 不要过度恐慌 也不要麻木地去涂抹 去斑产品 有时不仅不能去斑 反而会起到反效果 应该先让专业医生 进行诊断 而后听取医生的建议 来进行防护和治疗 异常生活中 也要多注意 对皮肤的保养和保护 这个老年斑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绝大主要原因 都是于皮肤的摔老 和日光的暴晒 是最重要的原因吧 皮肤的老化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第一个 我们注意休息 增加饮食 拥有清淡的食物 是吧 多吃些 含维生素C 含维生素C量 比较高的一些蔬菜和水果 比如火 蜜蜂桃了 胡萝卜汁了 这个草莓汁了 还有些苹果汁了 这VC含量比较大的 西红丝的都可以 第二种情况 我们避免抢光日赛 避免抢光日赛 这种情况就发生 对吧 你去暴晒 抢晒 肯定会增加班达数量 第三个 适当的运动锻炼 适当的运动锻炼 加速体内细胞的代谢 皮肤其实是人体健康的一面镜子 无论是男女老少 都应该重视对皮肤的毛痒 发现异常 及早就医 切勿麻木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视频中 我们看到他们 都有着怪异的行为和举动 他们怎么了 这样人的这种行为 这种思维就会出现混乱 这种肢体可能也会不自主地运动 这样的话 我们叫做癫痫的发作了 癫痫病 也就是俗称的羊角风 历史上的很多名人也都是癫痫病人 比如哲学家苏格拉底 古罗马的军事政治家凯撒大帝 还有拿破仑 牛顿 化学科学家诺贝尔等等 画家文森特范高 更是一位广为人知的癫痫画家 科学家解释说 大脑的损伤改变了范高 看世界的方式 使他创作出极具个人风格的艺术形式 并在他事业的巅峰之际 绘制了他毕生的杰作 新业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癫痫患者 都会像范高一样 暗藏着惊人的天赋 而这种脑电的异常活动 既然对他们有益 是不是就不需要治疗了呢 癫痫的发作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它都异常的放电 影响到大脑功能 对大脑还是有害的 那么有一些人 即使是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增强 那么即使这样的话 对癫痫发作 我们应该还是治疗它 控制它 这样的话 生活质量才能达到更高 婷婷是一个90后女孩 活泼爱笑 都说爱笑的女孩 运气不会太差 可性格开朗 她却没能抵挡住厄运的降临 一次发病的时候 就是自己晚上正在睡觉的时候 当时睡觉的 应该是 平时就那样很随意的睡 然后突然间 感觉自己的胳膊就向外伸直了 感觉然后特别硬 然后净了之后就缓解过来了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 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起先 婷婷以为是自己睡觉姿势不正确 引发的胳膊僵直 直到这种怪异的行为 第三次出现时 婷婷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第三次发作稍微严重一些 那次发作是自己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 然后手里拿着遥控器正在调台 然后突然间 自己的左手就把遥控器给甩出去了 然后胳膊整个就伸成一条直线 然后特别僵硬 然后当日我自己就想这是怎么了 然后特别害怕 然后自己很努力的就想把胳膊给收回来 但是完全不受控制 怎么都收不回来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婷婷在姐姐的陪同下来到了医院 想要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种怪异行为 寻求一个答案 因为也不知道自己该挂什么科 后来到那个巡诊台 跟护士说了一下自己这个情况 然后当时那护士建议我 就是挂电线科的号 说让我挂电线科号的时候 自己很是吃惊 因为在自己印象中 这电线应该就是人们常说的羊角疯嘛 应该是那种口吐白沫 然后口啊眼斜歪的 感觉自己没有这种症状 感觉自己应该不是电线 婷婷始终不觉得自己的怪异行为是电线发作引起的 自己只是偶尔胳膊僵直 和印象中那些浑身抽搐的癫痫病人完全不一样 怎么会是癫痫呢 他一发作手头左胳膊就硬了 就是说其实他这种情况刚开始就很容易被误诊 就不认识癫痫 是不是胳膊不好使啊 骨头的问题啊 或者是抽筋了等等 就我们一说癫痫这个病的话呢 老百姓想起来是不是抽杨角疯 老百姓叫杨颠疯 就摔倒在地全身抽口吐白沫那种的 其实真正的癫痫的病人的话呢 这种全身摔倒都抽吐白沫这种情况只占20%多 就是说大概三分之一都不到 三分之二的病人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就是我们大脑啊 其实功能很复杂 就是说不同的部位呢 管不同的事 而这个癫痫呢 它这个发作呢 其实就是一种放电 它不同的部位放电呢 可能就会影响到不同的功能 在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 医生初步判断 田田的症状很可能是因为癫痫发作引起的 但想要最终确诊 还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检查 癫痫发作其实就是一种异常的过度的放电 那么最准确的检查就是用这种脑电图 就是我们把一个仪器 把很多电极呢 20多个电极粘在头皮上 然后连着一台机器 可以采集它的脑电波信号 同时呢 我们再有一个摄像头对着它 这样的话我们叫做录像和脑电的同步的这种 叫录像脑电图 因为这种检查呢 就等它发作 因为它每天都发作嘛 那么它发作的时候 我们看它胳膊的时候 硬的时候脑电波是不是正常的 如果它胳膊硬的时候脑电波是正常的 那说明它有可能不是电剂 是不是别的疾病 果然 被植入电剂后的第二天 婷婷在病房里又一次发作了 从医院的监控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 婷婷在发作之前 没有任何预兆 发作时 胳膊瞬间僵直 并向外展开 那么它经过检查以后证实了 它在胳膊硬了之前呢 脑电波的放电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首先这个脑就确诊 它确实是一种电剂发作 因为它仅仅是在胳膊上的这种一点呢 我们医学上也叫做 局道的这种电剂发作 大脑的异常放电 在脑电图中是怎样显现的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电线患者发电时 脑中放电异常 我们将患者发电时的脑电波图像 转换成平捆方式 我们就能看出这三个地方的话呢 这种特别亮 那么就是这个病人的发动的起始 和它早期传播的位置 那么我们通过科研人员呢 再做一些心情波的分析 把脑电信号转变成音波 我们可以听一下 那我们听到刚才这个突然有一个心跳变化的时候 就是它发作的时候开始了 为了让这种声音的变化更加明显 科研人员将这种脑电波的特性提取出来 加转到乐器上面 经过处理后 我们再来听听这个脑电波的变化过程 那么这位病人不杀作的时候 它就是有低频的 当一出现杀作的信号改变的时候 这种高调的声音就出现了 被确诊为癫痫病后 停静的情绪一直很失落 而更多的还是担心 正好我这个这个坏的脑子坏的这部分 正好在我的功能区 可能以后手术以后可能会影响到我左侧肢体的活动 比如偏瘫啊什么的 但是如果不做的话 主任也说不做的话 以后发作频次肯定会越来越多 然后整个大脑它这个坏损面积可能会增大 然后进而也会影响我 比如说记忆力啊 还有其他的脑功能这样 对于要不要手术 停停有着自己的顾虑 就是当时考虑要不要做这个手术 犹豫了很长时间 因为现在老是发作嘛 因为感觉这就像噩梦一般 肯定是想就是尽早的把这个病治好 也想特别想像其他的同龄人一样 然后过就是过他们正常的生活嘛 但是可是一想到偏瘫 可能左侧肢体不能活动 因为我还年轻 不想这么早就在床上不能活动 然后每天靠爸爸妈妈给做饭啊什么的 感觉自己的日子就一下子就没有了希望 对于医生来说 避免术后偏胎是这台手术最大的难点 我们事先的这个进行大脑的三维重建出来 我们看这个地方就是管病人偏胎的位置 实际上这个病人的病葬的紧挨着这个偏胎的位置 就在偏胎的前缘这一点点 而且这个病葬的范围其实很小这一点点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在手术之前呢 把这个病人的核磁公正和血管重建 在我们叫做一个模拟手术 或者叫虚拟的手术 我们就可以实现出来我们切除大范围 周围呢哪个地方是管偏胎的 哪些血管呢是不能损伤的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做手术的时候 就可以做到有备而无患 这样可以准确的切除这一点 而不损伤后面涉到偏胎的位置 听了医生的讲解 婷婷最后决定要做手术 医生立刻组织专家会诊 为婷婷制定手术方案 几天后 婷婷在姐姐的陪同下进行了手术 手术很成功 但第二天 当婷婷醒来的时候 所有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手术之后第一天主任来查房了 查房然后让我动一动 我的就是左边胳膊和腿 但是当时是抬不起来的 然后当时我以为自己 就是真是那样说的骗她了 一下心就凉了 后来又有惊喜发生 然后手术之后的第三天左右 查房的时候 就是我这边的肢体都能抬离床面了 就能抬起来了 后来十天大概十天左右的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能下地活动了 都没有问题了 当时这个心理波动是很大的 当时还是很激动的 现在 婷婷术后恢复了一年多 不仅肢体行动完全恢复 癫痫的症状再也没有复发 她如愿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其实 人的大脑支配着人体的各个器官和感官 若是大脑出了问题 或者受到了干扰 就会做出不受支配的异常举动 其实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 我们的每一个行为 我们说一句话 一抬手一抬足 其实都是靠大脑支配的 那么大脑是怎么支配我们完成这些行为的 那么一个最基本的就是靠脑电 它其实是电信号 电信号通过神经传导 然后传导到肌肉 然后肌肉再一收缩 我的胳膊抬起来了 那么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但是我们大脑首先产生一个想法 我们要抬手 然后怎么抬呢 要肩抬起来 胳膊曲起来 手就起来了 我们这个想的很难 其实在我们人完成的时候 一瞬间就完成了 这些我们实际上 从这种最简单的动作 到一些我们更复杂的想法 在我们大脑里面 其实都是通过脑电的 这种电的信号传导 我们如果用电极的话 就可以采集出来 就能看到这种脑电波 所以这种脑电的信号 在大脑里面非常复杂的传导 然后完成了我们一系列的 这种复杂的运动和复杂的思维 因此大脑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支配者 而对于大脑的奥秘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只是冰山一角 希望在未来 会有更多关于大脑的信息被解读出来 青春痘是最常见的皮肤问题 困扰着无数的年轻人 在最美的年纪 很多人都因为脸上的痘痘而感到自卑 影响与他人的相处 小旭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为了准备期末考试 几乎每天都待在图书馆复习 也许是压力大 也许是睡眠不足 小旭发现自己的脸上 陆续冒出了许多青春痘 就因为之前是没长过痘痘 就可能就那段压力比较大 又睡得比较晚 经常熬夜 就突然就一下子 基本上在一两个月之间 痘痘开始长得可多 然后刚开始没在意 以为他会自己慢慢都下去了 也没喝药 没抹药 最多就抹一点消炎药 然后也没坚持 后来就是同学开始注意到了 同学说 就你咋突然长这么多痘痘呀 上次见你还没痘痘呢 然后这回长这么多 后来我才意识到 可能确实比较严重了吧 随着课业越来越繁忙 小旭脸上的青春痘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明显 原本对长痘不太在意的小旭 也开始担心起来 每天都会照镜子 看自己脸上痘痘的变化 刚开始长几个 后来就是有时候抠它嘛 也会越长越多 长得那种痘痘就是 比较那种就是封闭性的痘痘 就是大大的红红的硬硬的那种 然后有时候那个 也会有那个小粉刺那种 就想把那个粉刺挤出来 以为那个挤一下 那个里面的那个脏东挤出来了 也许会痘痘会下去吗 而其小旭觉得 像自己这个年龄的女孩 长青春痘还是很正常的 不只是自己 班里的其他同学 也有长青春痘的情况 他们也有全脸都长的 我这还是就两个脸颊 他们有呢 他们的皮肤也是 就可能也是压力造成的 看着也像 就是比较油 然后长那种也大的 又大又红的痘痘 虽然青春痘不疼不痒 但看着还是不美观 小旭决定 不管有什么办法 一定要让痘痘消下去 会有同学推荐用什么 去痘的面膜呀 或者洗面奶呀 但是效果不太好 后来就是听那个 有亲戚的 还有朋友介绍 说可以喝点中药 那条一下 然后就喝了点中药 然后有所好转 就是担心呀 痘痘下去了 为啥痘痘这么难消呢 痘痘是消下去了 可却留下了痘印 这下小旭可着急了 这满脸的坑和印实在难看 新奇的小旭 连忙来到医院的皮肤科 想要寻求医生的帮助 刚才这个病人呢 他属于臭墙的消退期 他主要发生在面颊部 一般来说 他都是由胃肠功能 不好引起的 治疗上我们说 首先要清洁皮肤 多休息 减少精神压力 另外就是说呢 吃一些清淡 容易消化的食物 再一个就是说呢 要进行一些光电的治疗 这样即使早期的治疗了 就能减少痘印和痘痘的发生 为了更快的消除痘印 小旭听从医生的建议 开始接受光电治疗 除了治疗 对于小旭青春痘生长的位置来看 医生还建议他 多注意胃肠和消化的保健 你加入像这种比较亮的小底 对吧 在额头部发生的 我们一般是考虑 有便秘情况的发生 像治疗明的这种小炮 我们一般考虑 大肠的问题 还有个是说 体内激素失衡的一个问题 就是讲这种情况 说他有些下颌也长了很多 他这个大肠啊 一个便秘啊 或者大肠出现一个 比如干燥呀 有结肠炎呀 或者说这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长这种情况 我们来考虑内分泌激素失掉 青春痘不仅仅在青少年时期会产生 甚至一些成年人 也会有长青春痘的烦恼 这不 任女士自从生完孩子以后 就一直被青春痘所困扰着 自从生了孩子以后 然后脸上就是不断练 不间断练 起些小痘 然后一些痘印 我经常用手一挤它 然后留下了黑色的痕迹 非常难看 也整天都不好意思的出门 总得害怕见人 那时候心情也非常差 非常羡慕别人 脸上白白净净的 啥也没有 任女士一直想不通 自己已经过了青春期 怎么会长青春痘呢 这难看的痘印又该怎么去掉呢 你这种 这种瘦疮呢 也叫成年期的瘦疮 成年期瘦疮呢 它主要的有几点 垂体激素的异常也会造成 这个怀疑期 激素功能的紊乱 再加上内分泌失调 包括运气的紊乱 都可能导致瘦疮的发生 原来青少年时期 所长的痘痘 大多被称为青春痘 也叫瘦疮 而成年期 因内分泌失调等原因 形成的痘疮 一般被称为成人瘦疮 但是 瘦疮也分为 真近瘦疮和假近瘦疮之说 假性瘦疮 我们往往指的是 枝叶病性瘦疮 比如我今天坐店长 坐了一天 第二天我长了很多 这出去 或者口服了一些药物 说形成症的瘦疮 我们都叫假性瘦疮 真性的瘦疮呢 我们往往成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 青春期的瘦疮 第二种 成年期的瘦疮 清新的瘦疮 它是有于 它在生长期 体内的高层的激素 雄的激素 分泌光盛 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导致这个皮脂线 分泌增加 然后皮脂导罐 排出不上了 就急剧了 就会取代 比方下面波 背波 省省这些 毛孔粗大了 这样毒塞了 就会形成一个 丘枕样的改变 左窗的形成 是因为皮脂线导管不通 分泌的油脂 无法排泄 因而在皮下聚集 形成丘枕 而丘枕通过 四个时期的演变后 就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青春痘 丘枕逐渐的 形成这个四个期 就让它慢慢的 扩大 变红 疼痛 流水 轻的 它就变成白头黑头 重的 它就变成 红肿 感染 它又出了肝菌 现在感染 感染以后 就是溃烂 溃烂 溃烂 逐渐面积扩大 最后形成一个结结 最后在形成的囊中 挫疮也分轻重 如果短时间内 出现少量的小结结 且没有严重发炎 只需注意皮肤的清洁即可 但是 如果脸上出现 有浓口的浓包 或大片渗水 就需要及早求医 接受规范性的治疗 你像青春一长的挫疮 大家又都是比较恐慌的 对不对 比较恐慌 恐慌了以后 咱们就是采取的方法 是无话八门的 对皮肤的类型 也不知道 自己随便买些化妆品 随便去买些药 往往会造成挫疮的加重 所以在这个治疗过程 我们从意识方面 首先考虑一个 清淡的食物 不能吃辛辣的食物 一定要保持清淡 第二有廉后的心情 第三 一定要温水 每天接近皮肤 两到三次 第四 根据皮肤的类型 你是干性皮肤 还是油性皮肤 现在不同程度的护肤品 不要滥用激素 保持良好的心情 然后适当的运动 无论您多大年龄 是否长青春痘 都应该注意 对皮肤的清洁和保养 每天做适当的运动 保持愉悦的心情 才能远离皮肤问题 所带来的困扰 冬季全国各地大雪纷飞 北京也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 对于城市上班一族 爱车是工作和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那冬季的到来 让很多爱车一族 不知该如何去呵护自己的爱车 胡先生是一位创业者 经常到处奔波 今年年初为了方便工作 购买了一辆车 到了冬季经常下雪 温度骤降 由于没有地下车位 车只能放在地面 一旦遇上下雪 路面很湿滑 开车也会格外的小心 雪天开车 路滑 低温 极易引发事故 那么如何能保障安全呢 我这车开了有一段时间了 原来开着一点毛病没有 结果前两天 不是咱北京下雨加雪吗 然后我开始出去办点事 结果路面上比较湿滑 我就想在冬天的时候 咱们的车是不是需要 加一个特别的一个养护呢 吴先生的担心不无道理 因为冬季的到来 不仅仅是气温骤降 而且随之而来的 还有更多的不便 由于冬季经常有雨雪天气 在行车的时候 比平时的难度会大 路面湿滑或结冰 对于开车的人来说 就是很大的挑战 所以车子本身 各方面的检查和保养 就更不能忽视了 在冬季的时候啊 经常跑高速的时候 看到这种情景 好多都是连换下撞 踩刹车几乎都不管用 然后呢造成了车辆的追尾 这是一些由于冬季路面湿滑造成的意外交通事故 他叫李涛 从事汽车救援工作十余年 他亲眼见证过很多 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交通事故 在他看来 一些交通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我从事这个行业将近四年的时间 那个我见证了好多交通事故 那这是惨不忍睹 所以说我建议广大司机朋友 不要疲劳架死 不要打电话开车 更不要追加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太致命的东西 我曾经就是也在北京这块 曾经就是有一起交通事故 就是和微信造成的交通事故 造成了对方的车辆的 Z1 两死一伤 他这车 这时机 整个都瘫痪 冬天开车一般都会提前预热 有些人喜欢原地热车 有些人喜欢让车缓慢行走热车 哪个热车更科学呢 自动挡热车的三到五分钟 就可以起步正常行驶了 但手动挡不一样 因为变箱它也需要预热 挂到二挡同时建议 三到三百米到四百米 之后再切换挡再加油 这对于发动机和变箱 都有一个好的一个调效 冬季雪地路面附着气数非常低 车轮容易打滑 行车的危险性更大 在雪地上行驶 本意发生事故 对于吴先生的担心 并不是没有道理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来到了一家 有着国家自治的汽车服务单位 让这里的工程师 给我们解答一下吴先生的担心 这个车和人一样 冬天需要加东西 加衣服吗 不加衣服它冷 车也是一样 因为发动机你要不继续更换 你要不自己去检查 它肯定会结冰 一旦结冰水箱冬坏了 还有咱的玻璃粉也是一样 你不用防冻的转换架 肯定是冬裂和冬坏 这对咱发动机和对咱所有的车上的东西都不好 然后还有咱的机油 注意一下 冬天的用的全是零W的 这个零W代表是一个吸毒 机油比较吸 对能启动的转换架 抗膨性降得最低 通过对吴先生车辆的检查 发现他的爱车机油是夏季用的 需要更换 而且使用时间不长 汽车出厂的时候 不同品牌的车会有规定的里程更换机油 但因为路况的不同 有的车机油的更换里程可以延长 如果您不知道机油是否需要更换 可以找专业的检查人员为您免备检测 那冬季和夏季的机油有什么区别呢 夏季用油比较是稠 它就是夏天比较热 发尼也是在始终的一个温度 但冬季机油不一样 因为发尼一直处于在零下 机油比较如果说稠的话 它稠度机油能往上不容易去打上来 你这时候就得长时间去磨合 磨合同时那机油打不上来 取轴 通常轴都会有磨损 这难不好 因为为什么冬季机油 所有的咱们老师傅都知道 建议为什么越稠越好 因为它稠度的抗膨性也达到了 刹车油也是制动液 是利用液体的不可压缩性传递动力 实现刹车目的 刹车液位于刹车系统的管路内 和一般机油不同的是 它的低温流动性很好 直观感受就是很稀 而且它的沸点很高 不易产生气泡 刹车油在刹车系统中十分重要 缺湿的话会产生刹车失灵的严重厚度 因为刹车油是两年的暴制期 它也是化学物品 如果过下这个烧热期的话 这个刹车油不光是有油性 它里边也会产生结冰 就是每隔两年去检测一下 这也咱也有检测的专业设备 去看一眼是不是需要更换 这跟你个人的车也 刹车情况也不同 如果刹车厉害的话 在过热的情况下 也会产生失效的一个效果 如果说不及时更换的话 会导致刹车距离会增加 会拉长 这时候对咱们刹车 各项指标都不安全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项之外 对于轮胎的选择 以及行车中适当的胎压都很关键 另外 如果冬季您的爱车 在两周以上不用的话 专家建议 您将爱车电瓶取下来 放在家里比较温暖的地方 以防蓄电池结冰所换 冬季用车 细心才是关键 就像人一样 冬天要保暖 汽车在冬天 更需要好好呵护 保证出现安全 贫血 腹痛 尿皮尿疾 六厘五大的瘤子长在了子宫里 它该如何保护好几个子宫 科技聚光 保卫子宫正在播出 这病房走廊的距离很短 但王女士觉得 即使拉着丈夫的手走一遍 还是那样的漫长和久远 这漫长是因为她就要下一个决心了 这个决心如果正确 就可以挽救她的子宫 实现她后半生再生命一个宝贝的梦想 虽然当着丈夫的面 她依然带着微笑 但那只是为了让丈夫不担心 王女士怎么了 她又要下一个什么决心呢 这里是上海的一个小区 王女士夫妇就住在这里 虽然工作很忙 但是她们还是在闲暇时 喜欢依偎在一块做做点心和菜肴 一方面放慢一下生活的节奏 另一方面又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但这天 正在开心准备着菜肴的王女士 突然觉得一阵炫韵 几乎要倒在地上 丈夫连忙将她扶到椅子上坐下 让她喝了点水 决定要生小孩之前呢 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副检 想要就是看一下自己的身体 状况是不是合适生宝宝 然后我在检查过程中发现 我有一个子宫肌瘤 当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症状 王女士在几个月前的副检中 医生曾经告诉她 她的子宫长有一个不大的肌瘤 因为不是太大 加上王女士自己也没有什么症状 因此医生告诉她 暂时可以不用管 等万一以后长大了后再做处理 因为离体检时间不长 王女士也没有将头晕往这里想 只是觉得或许是累了 休息休息就会好的 休息的休息 而且随后的几天都很正常 于是王女士又恢复了以前的健身活动 觉得跑跑步 拉伸拉伸筋骨 或许这样全身运动一下 让血脉活动活动 反而会有利于疾病的恢复 但是运动不久 那熟悉的血运就又来了 她连忙坐下休息 再也不敢跑步了 慢慢慢慢我就发现 我的身体慢慢有了一些变化 就觉得事儿会觉得头晕 我的月经量变大了 到后来 王女士不仅腰腹酸 头晕 而且觉得特别容易想上厕所 即使刚喝了一点水 马上就会觉得尿急需要上厕所 但从厕所出来不一会儿 就又想进去 需要这样反复多次 才会觉得好受一些 实在是受不了的王女士 终于又去了医院的妇产科检查 医生通过检查 很快诊断王女士患了严重贫血 而超生检查很快确定了 王女士严重贫血的原因 是其子宫肌禄造成的 在王女士的子宫内 长有一个直径六厘米的肌瘤 而且突向弓腔压迫子宫内膜 直接导致其每次经济量过大 这是他贫血的根本原因 在最初的时候 他没有长到很大 没有 初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到后期 我没有想到说 他的生长速度那么快 回到家 身心疲惫的王女士 也跟丈夫两个人 无力地看着解研报告 就诊医院建议王女士进行手术 或者是肤腔镜治疗 但即使是肤腔镜手术 也会在腹部留下三到四个伤口 而且对子宫也会有损伤 还有一个重要顾虑是 王女士已经36岁 正计划怀孩子 如果实施了手术 她简直不敢想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做手术的话 我也有听到一些 就是关于手术的一些副作用 可能造成一些长粘连 然后造成一些 之后的一些不孕 还有一些可能对于身体的一些损伤 由于对手术的害怕 王女士开始了她的子宫保卫战 她寻求各种中医偏方 注意饮食 放松心情 但半年过去了 复查结果显示 肌瘤不断增大 经期变得不规律 贫血症状更加严重 她越来越担心 照此发展下去 如果肌瘤越来越大 很可能有切除子宫的危险 女性对于子宫的健康的话 肯定是最重视的 那这个是我考虑 不去做这个手术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原因 妻子的痛苦 丈夫看在眼里 她在网上不断寻找着 更好的无疮治疗方法 她发现上海华山医院 一种核磁共振引导下的 聚焦超声心方法 或许可以让妻子摆不动 于是她带着妻子 立即来到了华山医院 在这里 张俊海博士接待了他们 并给王女士做了详细的检查 这个患者是个女性 她主要的是一个临床症状 就是个月经量多 月经周期长 之后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 来做出一个诊断 这就是一个粘膜下的 一个子宫肌瘤 它的直径大概在 五到六个公分 这个样子 所以说对患者的 她的月经影响是非常明显 子宫肌瘤 是女性生殖器官中 最常见的一种粮性肿瘤 约占女性生殖器官 粮性肿瘤的52% 历年来发病率居高不下 病因迄今人不清楚 由于患者王女士的 子宫肌瘤较大 贫血严重 又希望保留子宫 张俊海博士和她的团队 专门对她的疾病 进行了病案讨论 分析了她的病情 大家一致同意 使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来为她进行治疗 我们根据这个病人的病情 还有个病人 她的自己的意愿 因为她不太 这个接受这个传统的 一个手术治疗的方式 那么我们决定给她 进行一个无创的 一个治疗方法 也就是我们进行 现在进行的 持功能引导下的 一个超声聚焦治疗 什么是 合持共振引导下的 超声聚焦治疗 在确定了治疗方案以后 张俊海博士向王女士 和她的丈夫 详细介绍了 这种新治疗方法 了解到这种治疗是无创的 王女士爽快地 在同一书上 签下了她的名字 国内开展比较多的 是超声引导下的 超声聚焦的治疗方法 但是从精确和温控来讲 核磁引导的超声聚焦 更为准确 而且在国际上来讲 在超声治疗子宫肌瘤上 核磁共振引导下来讲 是做得更多的 而且是相对是更安全的 这种新的治疗方法 是不需要住院的 只要在治疗前 给患者用一些震惊剂 就可以了 治疗后 患者也可以立即回家 治疗前 张博士先用治疗计划 系统对王女士的 肌瘤的大小 形态和位置进行定位 计划出了聚焦治疗的把点 温度计量和分割治疗的次数 接着 超声波发射器 发射出数百数高能超声波 使肌瘤局部温度 达到了75到85摄成度 高温效应 可以使肿瘤细胞蛋白质变性 细胞死亡 最终将肿瘤杀死 治疗过程 能够实时显示温度的变化 保证达到确实的良效 整个治疗过程中 王女士始终保持清醒 只用了少量的镇静 镇痛药物 除了感到下部温度升高外 没有其他不良反应 治疗完后 稍事休息 她就回家了 那么传统的治疗 有手术方法 有内科性的办法 有借用治疗的办法 这些都是创伤比较大 或者是有创伤 病人有一定痛苦 那么这项技术 它就是比较先进的是 病人舒适性很好 而且顺应性很好 而且第二天就能上班 所以这样的话 对病人来说 更容易接受 几个月后 我们跟随华山医院的医生们 来到了王女士家 王女士告诉我们 她的贫血已经好转 现在头也不晕了 子宫肌瘤从检查来看 也已经从开始的六厘米左右 缩小了一半 到了三厘米左右 而且还在继续缩小 尿皮尿急也消失了 身体好了 她的心情也好了起来 前几天又恢复了 她爱好的健身活动